普贤行愿 大智慧 很多人问师父 师父 为什么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还有人问 师父 为什么放生一意 菩萨随意呢 这是指 你在很纯洁 没有任何恶业和没有造心业的情况下 你只要放生 放到一意 你就能够成为菩萨 如果你一边放生 一边还在拼命地做坏事 哪怕你放生十亿 都是没有用的 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放生一意 那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种人一定不会动坏脑筋 他已经很害怕因果 他已经知道自己一定要放生 这些也是生命 因为他要救度众生 如果一个人能够放生一意的话 这个人还不是菩萨吗 放生一意 菩萨随意 是这个概念啊 如果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做好事 那么这个人还会去做坏事吗 当一个人能够放生一意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的境界 你们现在谁有一亿块钱肯拿出来放生啊 师父刚刚看到一条新闻 在墨尔本有一个华人钓鱼协会 会员还挺多的 现在是末法时期 他们不懂因果报应啊 现在的报应很快 都是现实报应 想想看 仅仅在澳大利亚 一年就有多少华人钓鱼 钓到水里去 被浪冲走了 这些人真是可怜 师父在想 我们红法红到现在 度人还是很不够 像钓鱼协会的这些会员 都是我们要度的众生 所以我们还要更加努力 普贤菩萨的第五大行愿 是随喜功德 我们天天都在讲 功德无量 随喜功德是什么意思呢 功德实际上分两种 一种是我在人间 在这个世界上 做有漏的功德 师父不客气地讲 很多人做的功德 全部都是有漏的 你们知道 什么叫有漏的功德吗 比方说 慈善事业 造桥修路 斋僧建四 连供养和尚造庙 都是有漏的功德 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 做功德是很难的 梁武帝造了那么多庙 为什么没有功德啊 为什么达摩祖师跟他讲 他没有功德 因为他漏光了 他只是在人间造了一些庙 建了一些桥 修了一些路 功德有目的 就会漏 所以善事一定是 有漏的功德 不圆满 还有一种是出世间的 无漏的功德 无漏的功德 是什么呢 就是了脱生死 广修六度 师父已经跟你们讲过六度 都舍柳根 师父也跟你们讲过了 就是说 你今天想做一件善事 你就要守住你的 眼耳鼻舌身意 让善念 善事 转变为功德 很多人做了一点事情 自以为了不起 喜欢自吹自擂 生怕人家不知道 这个菜是我烧的 里面放了这个 那个的 你尝尝吧 味道很好的 嘴巴不停地讲 还有人请人家吃了一顿饭 最后说 要是我今天不请你客 估计没有人请你了 有这种人吗 有 这种人就是 没有守住自己的嘴巴 眼睛 身体 和意念 他所做的功德 就是有漏 很多人在网上 一看见不好的东西 就停在那里 想进去看 请你们记住师父的一句话 如果你们已经点了 等到流量不足 还在转啊转 转不出来的时候 赶紧停掉 不要看了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造新意 如果你看了 你的眼睛就进去了 你听人家讲话 人家一开始讲 我告诉你啊 用这个方法 可以赚钱 你马上说 你不要跟我讲 我经不起你的诱惑的 你少跟我讲 我不要那么多钱 很多人 跑到师父这里来说 师父 你知道吗 现在用你的名字 卢台长 可以申请一个商标 做速食或者什么的 师父马上就不要听 你不听进去 你就不会动脑筋 你就不会动心 你就成功了 学佛人要封住自己的耳朵 闭上自己的眼睛 鼻子都不要去闻那些 烤肉烤鱼的味道 嘴巴不要乱说 嘴巴不要乱说 脑子里也不能乱想 做人 学佛要干净 不该看的 坚决不要去看 不该听的 坚决不要去听 要懂得 都设六根 广修六度 就会成就 无漏的功德 那些有能力 做功德的人 要积极助力 没有能力 做功德的人 要懂得 随喜赞叹 他人的功德 就是说 有利而为 必须为 有利而为 不为 你就是在犯罪 你今天能够 有力量 帮助别人 你却不帮助别人 你就是在犯罪 你就是有漏 今天 人家在你边上 摔跤了 你不去搀扶人家 你就不是菩萨 很多人 可能有顾虑 如果我去搀扶他了 万一他说 是我把他摔倒的 他要告我 怎么办呢 师父问你们 如果有人 在观世音菩萨 身边摔倒了 观世音菩萨 会怎么去做呢 不要顾及其他的 事情 是讲得清楚的 人家告你 又怎么样了 那也说得清楚啊 你是个好人 你做的就是好事 有利而为不为 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 有利而为而作为 你就是有所作为 师父跟你们讲 如果你今天 没有力量 去帮助别人 做善事 做好事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呢 你应该随喜赞叹 赞叹他人 有很大的 圆满功德 佛友今天 考驾照通过了 你恭喜人家 赞叹人家 你今天 度了这么多人 恭喜啊 你真的很能干 我要向你学习 你修得真好 你吃素几年了 你度人真多啊 这都是赞叹啊 如果嘴巴讲的 都是废话 没有用的话 天上的护法神 都会听不过去的 好的话 赞叹的话 为什么不讲啊 你的嘴巴 去讲人家不好 你就是心里有病 师父已经跟你们 讲过了 不要去讲 别人的不好 否则 哪里像菩萨 怎么可能上天啊 这个世界 有你看的习惯的吗 这个世界 有你满足的一天吗 有你能够满意的一天吗 你们告诉师父 从小到现在 你们有哪一天是满意的 你们要想开一点 无理则赞叹 叫随喜而修 切不可让极度 诽谤 进入你的心 为什么普贤菩萨的 十大行愿里 有一个是随喜功德 看见好的 我就说 看见好的 我就做 看见一切 能够帮助别人的 我就帮助 这就叫随喜 这样 你的功德就来了 你们知道 为什么不能极度 诽谤人家吗 因为你一旦极度了 鬼就会来找你们 鬼是最会 嫉妒人的 过去 古时候说 有好事 不要讲出来 你天天讲 鬼听到了 你这件好事 就泡汤了 有坏事 也不要讲 天天讲 会越来越糟糕 鬼最喜欢打官司 他跟你讲道理 跟人间 是不一样的 人间不是他的地盘 那他是怎么样来跟你讲道理的呢 就是晚上 把你拉下去 讲他们的名礼 很多人晚上做噩梦 就是被鬼拉下去了 普贤菩萨的 第六大行愿 是情转佛法 如来说法 就是佛在说法 一字一句 从菩提心中流出 平心而论 用心来跟大家说话 妈妈掉着眼泪 跟孩子说 孩子啊 就像菩萨一样 每个字都是 从菩提心中 流出来的 菩提心是什么 就是最慈悲的心 师父可以说 你们坐在这里的 百分之七十的孩子 能够把师父的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都听到心里去 你们就是 大众文法 一字一句入耳 你们听师父讲法 并且让其进入到 很深层的意识当中 会有什么好处呢 皆转入你的心 成妙法 如果你把师父的话 全部听进去了 你就是 转入心中 而成妙法 菩萨的每一句话 都是从菩提心中 流出来的 你们只要好好地 听菩萨的话 就会转到心中 成为妙法 你们这些孩子 每周三听完课后 会想通很多事情的 就是因为 你们把师父的话 听到心里面去了 妙法是什么 妙法是用 各种巧妙方法 来完成你的道业 妙法度重 妙法能够解决 很多人间的烦恼 释迦已灭 释迦牟尼佛 已经灭度 或许说 佛陀离开人间 叫灭度 弥勒未生 弥勒佛 以后会掌管佛法 高僧大德 代佛说法 包括像师父这种 在家居士 使人向善 继而转凡成圣 所以 末法时期 就是代菩萨 在说法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就是功德 大的不得了 大的不是你能够 想象到的功德 所以 当一个人 去向别人说法 劝化别人的时候 这个人的功德 大的不可思议 比方说 这个人好的不可思议 这个人是不是好人啊 这个人经济上好的不可思议 这个人是不是财 多得不得了 普贤菩萨的 第七大行愿是 请佛注释 世家灭后 弥勒未生 怎么请佛注释呢 怎么样 请菩萨 在世间呢 你们不知道 哪个是菩萨 那怎么请菩萨 到人间来啊 当知 是心做佛 你应该知道 是你的心 现在做佛 弥勒佛没有来 释迦牟尼佛灭度了 谁来做佛呢 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就是佛 集心集佛 你有这个佛心 你就是佛了 众生心静 见佛常住 就是没有闻到佛法的众生 他的心 只要能够干净 安静下来 他就能够看得见 自己心中的佛 所以 一个人 一旦干净 安静下来 就能够 想出来办法 想出办法是什么 就是因为 你心中的佛 出来的 一个有良心的人 当时 气得不得了 想跟对方 斗个 你死我活 一旦干净 安静下来 想想 有必要吗 想想对方 也是很可怜的 都是人 相间 何太极呢 这样一想 你心中的佛 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 见佛常住 要见到自己心中的佛 常住在人间 常住在自己的心里 众生心构 见佛涅槃 每个人心里 都有污垢和肮脏的东西 你们心中 有肮脏的东西 但是 你们看见了佛的涅槃 佛已经给你们指出了 一条很光明的道路 你看 我佛已经涅槃了 涅槃是什么 是一种觉悟 是完全超脱了 境界觉悟的 到另一个世界去 那么我们人 怎么办呢 学会解脱 若能念念在佛 如果你每天念佛 每天念经 即是请佛注释 你们现在天天念经吗 念的 那么是不是天天把菩萨 请到心中来了 天天请佛注释 你就 静念相继 为什么 你天天念经 脑子都是跟菩萨在一起 你的脑子 当然很干净 什么叫静念相继 记就是既往开来 就是说 干净的念头 不停地涌出来 好念头 一个接一个 一个人只要 学佛念经 脑子里出来的 都是干净 和善良的种子 犹如一颗好种子 长出来的果实 全部都是干净的 则佛常印在心 在苏东坡的时代 有一位高僧就叫佛印 意思就是 把佛印在心中了 你们今天讲别人 觉得人家很讨厌 你们有佛在心中吗 心佛几种生 是三无差别 如果你这个人心中有佛 你的心中就有众生 因为佛就是爱护众生 帮助众生的 众生 佛和下面 天地人 都是一样的 菩萨和众生 没有差别 众生和畜生道的 也没有差别 人一念恶 就沦为畜生 一念善 就进入菩萨道 想一想 人是不是也经常做 畜生的事情啊 就算是畜生的狗 为什么也会拜佛啊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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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